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一百只眼睛和一张巨嘴的怪物了吧 阿德的幽默谈吐 瞬间打下了小蜜的紧张和不安 阿德给他看了墙上的一个挂钩 他说他五年前就定好了 现在他终于有了可以派上用潮的地方 就是轮左骆驼的作品 他满意的欣赏起来 晚餐时 德嫂让仆人老瞧 某个工作就可以先回去了 他住在乡邻的图起落岛上 因为阿德觉得 仆人都有偷情的习惯 他很不喜欢 在壁楼前休息了一会儿 德嫂就让小蜜回房休息了 阿德点了一根烟给德嫂 两人相对一笑 透着一丝诡异 隔天 小蜜在整理文件的时候 听到了隔壁来了一位探长 他是为了不久前失踪的前秘书小丽而来的 阿德说 在小丽失踪了前几天 他注意到了他有一些不安 仿佛受到了什么困惑 奇怪的是 失踪后 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私人物品 没有行李 什么都没有 探长认为 一个女孩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突然 仆仁老乔出现在了门口 把小蜜吓了一跳 下午 德嫂带小蜜去了镇上 他说 他非常需要一个朋友 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他在岛上非常的孤独 德嫂剧做头发了 而小蜜则把一封信丢到了油桶里 他打电话给了一个人 约他到桥上见面 那个人竟然是探长 原来他和小丽在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两人在一起工作 住一个房间 直到他来了威尼斯 他以前每周都会写信 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他的探长看了小蜜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上面满是诡异的信息 小蜜觉得房子里有问题 但又说不上是什么 他想逃离 但又无法逃脱 探长觉得 光凭这封信的话 证据还是不够的 小蜜说他要一直待在那个房子里 直到他查出小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探长劝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桥底下 他看到一个小伙子 递给了德嫂一包什么东西 晚上 喜白白的小蜜 换上了美美的丝绸睡衣 想要出关窗户的时候 外面猛然出现了一个洛塞湖男人 惨叫声引来了阿德 等他开窗去看的时候 人却不见了 根据他的描述 阿德说 那是附近的一个渔民 名叫阿呆 他是一个有着巨人的身体 却长了个孩子的大脑 也就是俗称的呆子 德嫂也来了 看到穿着清凉的小蜜 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 他安抚小蜜睡下 给他倒了一杯水 随后放了一片药丸进去 小蜜不想喝 被他硬灌了下去 很快 德嫂的手指 缓缓划过他的手臂 小嘴也牵了上去 在迷糊里 小蜜也渐渐配合 眼前的人 仿佛画画成了闺蜜小蜜 床头的杯子也被打碎在地 一夜缠绵后 小蜜被小鸟的叫声吵醒 看到完好无损的杯子 似乎昨晚的就是一场梦 但是地毯上的水字 却提醒小蜜 那或许是真的发生了 白天工作的时候 他听到楼下有声响 是阿德 只见他拎着两个箱子 进了地下室 当晚 好像来了客人 玻璃杯被砸在了地板上 这引起了他的兴趣 小蜜悄悄上一楼 直接几对年轻男女 在里面嗨皮 其中就包括了德嫂 趁阿德走后 他快不下楼 在德嫂的邀请下 小蜜无奈的准备换衣服 看得德嫂丝毫没有 转过头的意思 小蜜一狠心 德嫂的眼神更诡异了 对于大美女小蜜的到来 所有男人都是眼睛放光 德嫂给他倒了一杯酒 又放了一片药碗进去 为了融进这个团体 小蜜喝了一大口 音乐响起 一个男人过来 邀请小蜜慢舞 他趁机向他问起了小蜜 男人一口承认 怕两药好得很 证明小蜜也参加过 他们的派对 一曲无霸 两人一起在 温情的阿尔宾斯墨 阿德顺势放了一段录像 现实版的小红帽的故事 边看 男人又凑了过来 这是他们传统的 助行缓解 德嫂的手 也俯上了小蜜的腿 接着现场气氛 快到嗨点时 录像结尾竟然出现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小蜜 看样子还挺开心的 小蜜的眼睛瞪得滚圆 阿德一看不对 竟然关闭了放一击 第二天 小蜜的工作继续 在录影带里 阿德意外地宣布 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故事 是关于一个女孩 为了探寻她朋友失踪的身相 自己却陷进了危险的冒险故事 小蜜呼吸猛的急促起来 难道被阿德发现了 晚餐时 阿德继续故事的开头 她认为世界上 存在完美的犯罪 她已经把故事 和时间线勾划好了 女主的遭遇将会很惨 最后以苦难的死亡结尾 小蜜强忍心里的恐慌 表现得很镇定 第二天 阿德和德嫂坐船去打猎 房子里只剩下了仆人老乔 小蜜感觉机会来了 在阿德的书房里 她翻箱倒柜 果然找到了一串钥匙 她开了地下室的门进去 卖下了环形楼梯 打开了一把锁 里面异常的宽大 兑满了各种成就的杂物 吓我一跳 在一个破旧的柜子里 她找到了一只口红 还有一张 残破不堪的小蜜的照片 小蜜的思绪回到了一年前 两人在瀑布下嬉戏打闹 他们是一对情侣 没错 和我之前解说过的 躯干和血马力一样 这时候的欧洲 双性恋很普遍 很多的电影都不令篇幅 给了大胆的描写 脚步声打断了小蜜的回忆 是老乔 他看到了被打开的房门 进来查看 好险 可完蛋的是 老乔走的时候 从外面锁上了门 这下惨了 小蜜被锁在了里面 地下室唯一的通风口 在很高的地方 他搬来了大箱子 坚弱地爬了上去 铁上来的锁都秀死了 怎么都撬不开 这时快腾引擎传来 是阿德回来了 他必须得赶快了 带着打刀的野鸭 两人谈销前进了屋 阿德进屋第一件事 就是去拿钥匙 发现不见了 急忙出去问德嫂 这时 好不容易逃离地下室的小蜜 闪了进来 把钥匙放回了抽屉里 一想又不对 把它放在了第二个抽屉 等阿德回来 他已经溜走了 鬼进的阿德 找到了钥匙后 还是觉得不对头 果然 老乔告诉了他 地下室的通风口 被人敲开过 小蜜想要开船走 却被老乔拦了下来 回去想要打给探长 奇怪 电话里都是盲音 外面传来了气惊的声音 是阿德和德嫂走了 完了 小蜜被完全困在了岛上 无聊间 他只能打开了录音机 阿德继续他的新故事 那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夜晚 风把月亮吹走了 一个男人半拱身体 划行在芦苇丛边 传奇躺的 就是那个女孩的尸体 要不是他身上 灰色的斑点 和他白血的皮肤 形成强烈的对比 你还以为他只是在做梦 来到了他熟悉的环交湖 他把女孩的腿 绑在一个毛上面 把他扔到了海里 这是一起 不可能被发现的谋杀 尸体将永不见天日 鬼的电话响起 是阿德 他说 他跟德嫂晚上才能回来 挂了电话 小蜜清醒过来 电话好了 急忙打给了探长 不巧的是 探长要明天才能回局里 小蜜没事可做 便去海边随便瞎逛 如会从边 一只小船飘过 他找到了一间偏僻的老房子 看样子 人刚离开 是那个渔夫阿呆 果然是个人傻话不多的呆子 篮子里 串出了一条海曼 吓着小蜜连连后退 阿呆傻乎乎地笑起来 当着他的面 给曼鱼开膛破肚 一会儿 他的笑容瞬间凝固 小蜜的眉腿 吸引了他的目光 噗哧 他接着手了 小蜜帮他清洗后 简单包扎了下 阿呆的魂已经被他勾走了 晚上 阿呆带着上次派对的朋友阿桑回来 他是来参加明天的打猎活动的 他们去了一下午 德嫂离起了病了 躺在沙发上不断呻吟 阿呆说是老毛病了 德嫂似乎有一种预知的超能力 他想跟小蜜说什么 嘀咕了半天 只能听到小蜜这一个词 时钟的抱持 惊动了所有人 本该是11点 却只想了三下 碧落里的柴火也猛的爆燃 送德嫂回房休息后 阿德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由衷地夸赞小蜜很美 小蜜大胆地转过头来面对他 零了 先退绝的却是阿德 不得不让人心生疑惑 第二天打猎开始 不按水性的小蜜 只能在岸上配合他们 密集的枪声里 野牙纷纷掉落 奇怪的是 他的枪却怎么也打不了 这时 枪声渐渐靠近 似乎是冲着他来的 他吓得在芦苇丛里飞奔 身后 阿德也是伸一脚前一脚的跟来 慌乱中 小蜜一脚踩进了芸泥 这时候 他只能喊救命了 芸泥都快摸到下巴了 危机时候 见着事探长到了 他收到了小蜜昨天的留言 探长扔出了自己的外套 抓了好几次 终于勾到了 可惜啊 衣服不禁扯 很快断上了两截 就在没褶的当口 阿德赶到了 把猎枪扔给了探长 这才把小蜜 从死亡陷阱里捞了回来 对于探长的到来 小蜜表示了感谢 他说阿德他们想合伙杀了他 给了他一把不能开的猎枪 然后伪装成打烈了事故 阿德还在写一本新作 口述了他所做的一切 包括了怎么杀害的小蜜 探长刚想说什么 阿德就进来了 他坚称这一切都是意外 对于那把不能开的猎枪 他说是故意这么做的 因为小蜜没有猎枪执照 探长也不好说什么了 等第二天阿德去了镇上 探长来找了小蜜 他想给探长看阿德的录音 令人诧异的是 录音带是空白的 就连他打的手稿也不见了 没了证据 探长无能为力 看到他上了船 老乔露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鬼笑 随后他告诉小蜜 阿德来电 阿德告诉他 最新的录音稿在书架里 听着录音 小蜜毛骨悚然 不是关于新作的 而是他自己 一种黑暗的欲望 让德嫂和每一个来的朋友 进入禁忌的世界 就当着阿德的面 他们毫无顾忌地探索对方 是的 他们早就冒合神理了 第二天 在泳池边 看着德嫂和别的男人打闹 阿德再次重申了 对小蜜的爱慕 对德嫂的欺骗 他早就习以为常 小蜜不客气了 就直接问他 小蜜到底是怎么失踪的 阿德欲言又止 一口喝干了酒 告诉了小蜜真相 那天 他的外面应酬 聊到凌晨才能回去 家里就剩德嫂和小蜜在 在院子里 练习射击的时候 他看到了渔夫阿呆 那强重的身体 让他决定 要请他参加一个临时派对 派对上 两个美女肆无忌惮地挑逗阿呆 看了口干舌燥的他 连连灌下烈酒 在小蜜的疯狂扭动里 酒鱼上头的阿呆 一把扛起了德嫂 按到了沙发上 直到流声机转到了尽头 进行发泄的阿呆完事后 又把目标对准了小蜜 他变得异常的粗鲁 刚开始 德嫂还在一旁开心的大笑 渐渐的 场面就有点乱套了 强壮暴躁的阿呆 是两个女孩没法承受的 他死死地掐住小蜜的脖子 等到阿呆回来的时候 阿呆已经不见了 德嫂还在昏迷 可怜的小蜜 已经不省人事 他本应该报警 但巨大的丑闻 会毁了他拥有的一切 他们最后选择 把尸体藏了起来 听闻这个噩耗 当晚 小蜜彻也难眠 这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 外面开始 电闪雷鸣 书房里的阿呆也是烦躁无比 写了好多纸 都是揉作了一团 他摸到了抽屉里的手枪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小蜜的房间外 传来了脚步声 是阿德 一到电闪里 小蜜开了门 两人对视一眼 疯狂地拥吻在一起 德嫂找到了手枪 漫步来到了房间外 静静地听着 隔天一早 一声刺耳的警惕 划破了橙物 鱼米在外海 发现了一具女尸 据现场的法医判断 起码泡了好几个月了 年龄在20到25之间 由于长时间 海水的浸泡 和海洋生物的啃食 尸体已经是面目全非 火车站里 在探长的跟踪下 小蜜把阿德 送上了去伦敦的火车 随后他跟探长说 之前的一切 应该是他想多了 探长提醒他 你不要玩火 清晨在外海 发现了一具女尸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谁的 小蜜眼睛里 明显闪过一死惊慌 晚上 小蜜确定了阿德 已经到了伦敦 又在他点上了一根烟 屋外 一个男人开门进来 是仆人老乔 他手势匕首 走向了小蜜的房间 就在门两口 他却突然被人袭击了 听了声响的小蜜 想要开门去看 电话响了 是德嫂喊他去客厅 小蜜疑惑的去了 德嫂从沙发里探出头来 跟他说 想介绍一个老朋友给他 他见过最强壮的男人 即使是在喝醉的时候 原来是阿呆 就如同上次和小蜜的一样 两女一男的激情派对开始 阿呆进行的抚摸着 小蜜的美顺肌肤 回过神来的他 跑到了外面 看到的是惨死的仆人老乔 他惊恐地退了回来 令人诧异的是 阿德竟然回来了 原来这些人都是同谋 现在他们想把仆人老乔 作为最好的替罪羊 至于阿德嘛 他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所有人都看到 他上了伦敦的火车 在阿德的压制下 小蜜毫无还手之力 对阿德来说 这又将是一个完美犯罪 如同他书里描写的一样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小蜜摸到了阿呆的手指 当天帮他包招的地方 阿呆恍如隔世 停下了施暴 德嫂一看慌了 上来就是极高耳光 反被阿呆一把推的老远 德嫂气得抄起匕首 想要去刺他 被阿呆挤拳揍得七荤八素 一头撞到了壁炉 太阳却鲜血直流 缓缓倒了下去 阿德一看不妙 捡起匕首冲了上去 也被阿呆反客为主 结果和德嫂一样 临死前 他不甘心地望向小蜜 终于 他的最后一生 连同他的小说 一起去了地狱 转过天来 探长送小蜜上了火车 临别前 他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温海发现的尸体 并不是小丽 火车缓缓驶离站台 孩子 底音记错 一部作家和秘书 相爱相杀的故事 相信我之前解说的暴露 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这一步的结构 老规矩 七年的一嗓子 留给第一次闪亮登场的德国女星 巴巴拉布雪特 有想看他下一步的 评论区见吧 我是艾伦 一个做梦都想当个作家的阿婆 孩子 我是雷哥的 我们在外